看好了 这个就是辽十三 它呢 是仿造小鬼子的 三八大盖制造的 同时又采用了 毛色步枪的一些特点 但是记住 最大的差异 在于这个枪栓的内部构造 枪栓内的这个状针布 采用的是内部弹簧构造 并且这个拉杆处呢 为橄榄状 枪栓内它无导引柱 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同志们 林总曾经说过 真正战无不胜的队伍 是敢于刺刀剑红的队伍 我们新刺军 在拼刺这项技术项目上 是非常重视的 是训练科目之一 今天 我就给大家做一下 示范动作 首先 刺杀的要领 右手握住枪杆的弯曲柱 左手托住枪杆 枪头微微上扬 枪托贴住你的支撑腿的外侧 这样 刺刀间就与你的眉宇间平行 看着对手 这样 也就护住了你的静 胸和腹部 当敌人的刺刀过来 你左拨 右刺 杀 预备 杀 托刺刺 杀 直队长 算清楚了 咱们还剩多少家底啊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 我 你的连队 你的家底 多少还得问我 算好的了 顾凯那儿更不行 这点家当别说打阻击战 就是打一场遭遇战 都是必败无疑 那这也没地说理去啊 咱们支队就一直没有捞到过账档 这上个月好不容易有个任务 还给打失败了 而且上面给的补给 都是渴着那几个主要支队来 发到咱们这儿 基本上啥都不剩 不行啊 当兵打仗没武器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不算了 睡觉 这 这 看你吧 我们连队还可以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这 这不能怪我啊 这 来 准备 等一下 盲督察 这几个人都跟我出生入死过 你看要不这样 让他们跟我回战场打鬼子 将功赎罪 就算战死了 好歹也是个爷们 杜团长 他们可是通共分子 要是把他们留下 谁敢保证他们不跑 恐怕还没有到战场 人就没影了吧 只要让他们跟我回战场 我保证他们不是逃兵 杜团长 我知道你爱财 可这三个人坐实了通共 这可是上风最忌讳的 这可是上风最忌讳的 你把他们留下 这要是被军统的人知道了 恐怕你也得被化为通共分子 杜团长 难不成 你同情这三个通共分子 王道长 鬼子我们打 共产党我们也抓 共产党我们也抓 上面人都知道 你别乱说话啊 光说有什么用 你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 行行 我自己会走 走 下边 走 高副支队长 高副支队太可惜了 这么能大的一员猛将 没想到没死在战场上 却死在这刑场上 算得倒霉 这刚刚要整顿军纪 他就在这个节骨眼 杀了个老百姓 这不正好被抓铁翔吗 啥老百姓 不就是误杀了一个 想要祸害妇女的地痞吗 目前在东桥镇 刚刚由日本人修通了铁路 这里变成了日本人的临时物资存放地 里面存放了大量的军火和弹药 这个临时仓库一定要把它敲掉 如果这些物资要运出去 我们的队伍麻烦就大了 今天先这样吧 是 是 你俩怎么来了 团长 来看望老首长 来看看我 什么味儿 团长明察秋好 好东西 来 腊肉 你看 我就记得您当年在抗连的时候 跟我说过 小时候在四春待逛 最喜欢四春的腊肉 正好赶上我们炊事班班长 他就是四春人 做了好几块呢 本来想咱们过年的时候 给战士们改善一下生活 那你这给我送来了 你们不就不够吃了吗 不是 手掌多辛苦啊 你们得增加营养 向斌脸 你可是当年上海滩 鼎鼎大名的大少爷 你是相家大药房的少东家 家里生意做的精 今天无缘无故 给我送这么一大块肉来 我敢吃吗 有 有啥不敢吃的 您放心吃啊 大胆地吃 好东西是好东西啊 只是我怕吃进去的是肉 吐出来的不一定是骨头吧 说 有啥事找我 团长 两回事啊 主要是我到了阿尔支队以后 我发现这些战士们的士气很高 训练也很积极 就是武器弹药太少了 所以这次来想请首长们 关心一下 看组织上能不能 向兵力 我就知道 你这唐一炮大后边 没什么好事 拿一块肉 来跟我换武器是不是 想什么呢你 团长 我可去医支队参观学习过了 你看看人家那武器弹药 我都数了 轻机枪六挺 排击爆救三门 那武器弹药 人家使不完的事啊 相比之下 那我幸亏是自己去的 这要把我二支队的战士都带去 那得多消极啊 是啊 我们之前打仗是打过败仗 但也得考虑到实际情况 确实是没有武器弹药啊 这跟烧火棍似的跟谁打 跟谁打不败啊 团长 您这也是有责任 您怎么能把这责任 推到我身上呢 不是推到您头上 实际的困难摆在这儿啊 团长 我真不是要求过高 我们算了一下 也就想要一百支枪 每支枪呢配十发子弹 手榴弹二十枪就够了 再有支弹筒 支弹筒再来时刻 你上这儿打土豪来了是不是 一张嘴要这么多 这 这还多呀 这跟人家一支队 根本就没法比 你想想 战士们有枪没子弹 那 那跟烧火棍 有什么区别 手上是应该考虑的 这是我们具体实际的困难 人家那是自己打出来的 知不知道 他们是在战场上缴货的 有呢 那你也去缴货呀 村长 这就不像您说的话了吧 我都听说了 就在上个月 观塘村那个战衣 不是端了鬼子一个大据点吗 我听说缴货了好多武器担忧 上次那些装备都已经分没了 都分下去了 到不了你那儿 知道吗 不能完全分了吧 团长 我真的不多要 行行行 一百支枪太多了 捡吧 武器 武器 手榴弹和支弹筒我可以给你 这已经要的我老命了 我得在警卫连给你往处凑 这回满意了吧 那行 那我就克服吧 你爹的事情怎么样 找到人了吗 目前只知道也在江炕 在哪一支还不是很清楚 故意 你弟弟现在是新四军的人 你再好小心一点 你放心吧 我绝不会做背叛你的事情 答应我一个要求 如果哪天 你在战场上跟顾凯见面了 我希望 你能够留他一条命 这样可以吗 好 我答应你 团长 我还有一个要求 什么 我告诉你 项兵力 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不是 团长 不是要东西 这不刚才进门的时候 我看见几个战士押着一个人 说要去枪毙 好像是副支队长 说是给关起来了 怎么回事啊 你说的是高铁光啊 他犯错误了 得枪毙 这 枪毙 我可听说了 人家是战斗英雄啊 再说了这事您调查过吗 他为什么误杀 那个地痞流亡啊 那是因为那个地痞流亡 想强奸良家妇女 这种情况 我们新四军能不管吗 即便是有错 那也不至于枪毙呀 团长 要不这样吗 你把这小子放在我二支队 我让他当个连长 让他戴罪立功 来 把本事使在战场上 行吗 殷琳啊 其实我也不想这样 但是政治部那边 好 这个人我就给你 谢谢首长 政治部那边我去想办法 这小子打仗 确实是把好手 你捡个便宜 不过这人我是给你了 你一定要好好给我管管他 以后再出什么岔子 我拿你识问 我 报告 什么事儿 又分来一个新同志 严城军校分给我们一个通信员 周凌霄同志 团长好 凌霄啊 你来了 这下人齐喽 就像当年在东北抗连一样 欢迎你啊 周凌霄同志 周凌霄同志 我这跟你说话呢 对不起团长 我很高兴来到咱们江康工作 很高兴 好像应该不只是来这里工作高兴吧 应该是来到这里 看见某些人更高兴 好 装什么装 装 装起来啊 行 装什么装 拿回去 被战士们改善伙食 是 花伞 花伞 真没想到 咱们在江康又遇到了 真是太巧了 笨蛋 不是巧 不是巧 什么意思啊 老好是我们学校的副校长 他告诉我 你调去江康独立团了 正好呢 团长又是高峰 金融 顾凯也都在 我就向组织上申请 一起调过来了 我还真以为是巧合呢 你这些年都怎么样啊 当初留下一封信 就不辞而别了 这个不能怪我啊 我当时知道 你去延城学习 我也接到命令 到康大去报道 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跟你道别 留了封信不怪我吧 当然不会怪你 对了 有方建文的消息了吗 没有 之前我只知道 他参加了国民党 后来我也打听过 现在只了解 杜陵云他们已经改编了 但是具体位置 还不了解 快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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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多 还有多少伤员 现在战场上还有很多 已经救不过来了 赶紧 来 金文 等等我 快点 快 杀布 升降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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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最后来 你自己的 敬荣 记得咱们今天去的时候 团长在开会说什么吗 好像在说东桥镇什么 东桥镇火车站 这里存放着日军大量的军事物资 什么是军事物资啊 武器弹药烧不了吧 听团长那话了吗 人家那是自己缴获的 这啥意思 有本事你们自己去缴获 那咱们就得让他们看看咱们的本事 特地公 特地公 你在干吗 你干什么呀 我这辈子从来不欠人人情 支队长 今天你救了我 我还你两根手之刀 从此以后咱俩谁也不欠谁 你小子够浑的呀 我什么时候说让你还人情了 你没人说欠 但我记着 你应该记着 我在团长那儿做保证把你要回来的 不是为了让你当残疾人的 你是当兵的 手指都断了 拿什么口板机 要死你给我死在战场上 可是 可是 我不想欠人人情 好啊 不想欠我是吧 我听说你是侦察兵出身 明天陪我出去走一趟 你敢吗 上哪儿 跟我去趟东桥镇 你敢吗 天王老子皇宫我都敢去 好 镇子不大啊 挺烦火呀 这儿啊 历来就属于水陆交通要导 它呢 离苏州城和无锡城 都是比较近的 所以这成了日军运输兵和运输后勤物资的 重要节点 难怪团长盯上这儿了 志队长 你不觉得这地方很眼熟吗 是啊 我也觉得好像挺眼熟的 我们来过这儿吗 来过 咱们当时在上海 往东北运药材的时候 路过过这里啊 当时还碰到了日本特务的跟踪 幸亏是老爷的一个故友姓朱 在铁流场当个小股长 还帮了咱们哪儿 对对对 那是我爹当年的一个老战友 后来咱们转运水陆也是人家帮的忙 还想咱吃饭呢 特丰盛 红烧肉特好吃 你就知道吃 你不是也没少吃吗 那既然咱有这铁路上的朋友 况且日本人大部分物资都在哪儿 咱找他帮忙不就得了吗 对对对 咱们还能再蹭顿饭 我跟你说 那个红烧肉可好吃了 行了 好 这么多年过去了 兵滑马乱的 人在不在还不一定 即便人在 我们做的事这么大方签 人家肯帮咱们吗 就只要吃 谢谢 来 来 这东桥镇自从沦陷后 就被日本人给控制了 这镇上二狗子 日本兵 住得还真不少 还有什么便衣队 针鸡队 鸡丝队 给日本人干活的人哪 比街上的耗子都多 你不也要跟日本人办事吗 说实话 我呢 只是在车站 当个鼓掌 平时除了工作 跟日本人打打交道 其他时间 我一概不跟日本人来往 我也没办法养家糊口嘛 再说了 我不干 这个镇上没人会干哪 这火车 它总得开吧 来 来来 来来 喝 别客气啊 来来 吃 你们这次来找我 还是想偷偷地运药材 没办法呀 朱师傅 这生意不能停啊 而且这次药材啊 特别名贵 只要你能帮这个忙 下钱 您尽管开口 车站最近 有大批的日本人物资要送大 安检非常地严格 美睫车厢门口 都有两个日本兵站岗 一旦发现问题 登场就杀人 还有 美睫车厢里边 也配着两个日本兵 看管全车厢的人哪 要在这个时候 运送违禁品 怕是 没什么可能吧 我看要不这样 等吃完饭 我送你们混进车站里去 实地勘察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 咱们再另想办法 萧少爷 你看哪 小少爷 你们到车站来 到底要干什么 真有云药塞 用得着走这条路吗 还这么鬼鬼祟祟的 行了 你们几个 就别瞒着我了 你呀 之前在上海干的那些事 包括被日本人抓 我在报纸上可都看到了 好样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们是信死君的人吧 诸实王 时局如此 相信你也能够理解 没错 我们就是信死君 但这件事情 风险太大 我也不想让您冒这么大风险 如果您想退出 我们谁都不会怪您 哪儿的话 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再说 你爹帮过我 而且 是打日本鬼子 这忙 我帮定了 跟我来吧 朱老板 你看 手这么严实呢 是啊 藏什么宝贝呢 千万别盯着看 这里面啊 是日本人的重要物资 说是要运到武汉去的 千万别靠近 他们会开枪的 追顾长 追顾长 过来 来了来了 他们还往回先过去啊 好 您请 你们小心点 重要物资 都听明白了吗 都盯紧点 晚上咱们再来一趟 好 走吧 回头见啊 好 这些日子 这火车站一带 是咱们的重点防御区域 但凡遇着可疑的人 抓住再说 听着没 好的 是 队长 队长 怎 怎么了 是他 快 快去叫人 发现什么了 发现一条大鱼 三根几条 有共产党 好 字幕志愿者 赞 字幕志愿者 杜茜茜 小兵里 我知道是你 没想到 在这儿碰到你了 赶紧出来吧 你啊 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你想跑那是白日做梦 谁让你倒霉啊 碰着我这么个强敌了 你 进去 我 进去 我不敢 废一副你 小兵里 别磨磨蹭蹭的啊 赶紧出来吧 一会儿那些日本人要冲进去了 你小命不薄可别怪我啊 反正你已经被我堵在这屋里了 咱们都是老交情啊 我不会难为你的 你 你出了吧 小兵里 你太粗心大意了 你什么人 为什么要帮我 放下 都是自己人 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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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没事了 别动 你是什么人 怎么会认识我的 相当少爷 记性这么差 你们刚从上海到江音的时候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是 那个时候 我在游击队当副指导员 你姓董 董 董国强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对不住啊 你们记不住不怪你们 因为你们到了第二天 我就调到江都干训班去学习了 不过 我对你的印象挺深的 所以 刚才我一下车 就看见你大摇大摆地 往车站里面走 不光你看见了 二狗子也看见了 你这怎么样 是刚回来啊 对 我刚回来 来镇上办点事 行了 咱们就不多聊了 香槟里 你欠我人情 你可记住了啊 放心吧 一定还 行 那我先走了 后会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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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在东桥镇的主力部队 已经调往前线跟国军作战 目前在东桥车站 现在呢 东桥车站驻守的 只是日本宪兵队的一个小队 大约二十人左右 白天的时候 他们检查得比较仔细 而且布局也比较分散 主要在上下车的地方 鬼子盘查得是特别地仔细 而且据说 每台车辆的车厢里 都会有两个日军驻守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白天偷袭的话 将面临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就连日军的兵力 我们也都无法准确地掌握 另外呢 从某种迹象表明 日军很有可能在最近 来增兵布防 控制这个车站 我补充说明一点啊 我跟支队长 大概用脚测量了一下 预估了一下人力分布 检查的 大概有四人 铁匹坊这里 大概有十个人 来回巡逻换岗 大概有六个人 也就是说 只有晚上的时候 日军的兵力比较集中 所以 现在决定 我们今天晚上 夜袭东桥车站 而且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 解决战斗 速战速决 待会儿有没有信心 有 有 好 去准备吧 是 什么 你确定就是香兵力 应该没差 照片哪 我都看过好几次 这本人哪 我也在监狱里面见过 对 肯定就是他 香兵力 你 果然就在这一带呀 那你为什么让他跑了 出货 不是 太军 我带着我的兄弟去抓他 可他的同伙太阴险了 这背后偷袭 哥 我不想再听你的废话 香兵力 他为什么出生在火车站 太军 这事还用问吗 他 他肯定是坐火车走了 我别追 怎么了 太军 怎么了 我们的物资 是不是大部分 都存放在火车站 这 谁啊 快来 赶快给小姨打电话 让她连夜 带一个小队混进火车站 还有你的部队 赶快给我去火车站 快 是 咱们从铁路进去 然后分两屋 先去东西营房里 把睡觉的日本人消灭 再去站台上的库房拿物资 最后拿不走的 一把火都烧了 走 走 走 小心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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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来 走 走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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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准备 走 快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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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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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帮支队长搬东西 你来堵住中间的儿狗子 是 一派跟我来 走 快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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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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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 抓紧时间 快 快快点 抓紧时间 快点快点 来 往里放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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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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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们 是新四军的 来找日本人拿点东西 东西拿到了我们就走 不想伤己无辜 如果 有不开眼的 不想要命的 就可以站出来 吃我们的枪子 好 冬桥镇车战物资备火 不但打击了日本人嚣张的气业 还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这也是我们新四军遇到士气 灵活多变的作战风格 看看 这都是在夸你们的 看看 都在夸 你 没没没 一场小胜利而已 说的有点过啊 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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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兵里啊 你还挺谦虚的嘛 真的 其实这个东桥镇 是我盯上的一块肉 怎么被你们给打去了 这怎么会 那可是误会了 团长 我真的不知道 我要知道咱们团 要有这个打算的话 我哪能从您嘴里抢神啊 兵里啊 你现在能耐了 给我打个大胜仗回来 说吧 我得怎么奖励你们 这 这 这 奖励我 这 奖励啥呀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团长 你看啊 你看这个 日本人那儿缴货的 我那儿有了 您要是喜欢就拿着玩 这个 还 还有这个 别 别 别 太多了 还有这个 这不是这次啊 缴货的日均物资 还比较多吗 我们那儿也富裕了 那我们富裕了 也得支援团部啊 这都是支援团部的 不错呀 这么多 相兵里 一夜之间你成富翁了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嘛 对吧 怎么样 团长 那就不用处罚我们了吧 处罚你 我没说处罚你啊 我为什么要处罚你呢 我知道 我们私自带着队伍去大火车站 是违反了纪律 你 应该处罚 哎呀 兵里啊 我真的没说要处罚你 我们上级有指示 遇到临时情况 可以随着敌情的变化 临时出击 你这刚回来还不大了解 慢慢你就知道了 我 我知道您说的是反话 我没说反话 真的是要奖励你 你 是要奖励你 但是现在你比我都富了 那东西你也都不用了 不用奖了 团长 这个您不是说 这是你给我的啊 这是你主动给我 不是我找你要的啊 班长 我听说啊 之前你跟二支队的向支队长 一起在上海执行任务呢 对啊 我是抗连在上海交通站的通信员 负责电台的 班长 我之前去那个指挥部 送机要文件 见到向支队长了 人长得高高大大 一表人才的 林娇 林娇 顾凯 你怎么来了 顾连长 好久不见了 你还好吗 对啊 也不知道他哪儿是什么 挺好的 就过来看看你 不知道你听说没 前两天 我们打下鬼子的一个火车站 搅和了不少好东西呢 这些啊 都是支队长让我给你们的 对啊对啊 我听说了 你们打了个大胜仗 这么多东西啊 都是给我们的 都是给你们的 支队长还说了 不够吃 还有 替我谢谢他 好 还愣着干什么 快点来吃东西啊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这么多 每人都有啊 颜长 颜长 这是什么啊 这叫罐头 都没吃过 支队长 我就说不给不给吧 这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坚持呢 你非要那什么吃吗 我非要什么我 不是 不是什么呀 不是你错吗 我的错 不是 我的错 我的错 就是你的错 我的错 我的错 自己送的还心疼 等急了吧你们 团长 不急 应该的 给你们介绍个政委 进来吧 东 董 董国强 相秘理 我们又见面了 你们认识啊 之前在东乔镇 被一个汉奸给盯上了 多亏了老董出丑相救啊 要不然真危险了 只是路过而已 那你们认识就好办了 给你介绍一下啊 董国强 三十三岁 东北江牧堂毕业 虽然战场上经验 应该不如你 但是军事理论还是过硬的 以后你们多配合 多帮忙他 我可以不瞒你说 我派他来 就是要管管你 知道吗 卵石的天空中 卵石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纷战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换卫这地方 卵石的天空中 愿舍为你彼岸的灯塔 站在绝境中变一阵远方 我看见 我看见 何变化依然绽放 我看见 乱世的天空中依然有太阳 那时你与雪纷插留下光芒 没有你给我的力量 我怎能捍卫这地方 愿身为你平安的灯塌 站在绝境中点一站远方 险恶转向着几尘沙 我看见 和平花依然绽放 和平花依然继放